搭建完房子的燕子并没有休息,带着阿宝来到菜田摘菜卖。 不过这带来的剪刀并不是非常好用,费了老半天劲才能剪断藤条。 这下子可大大增加了,燕子的工作时间啊,这天的搭建房子的工程结束了。 不过燕子还不打算休息,带着阿宝出来准备摘点东西卖。 也没过去多久,就来到了一个荒废的菜田里。 虽然这里被荒废了,但其上面还是接触了很多菜瓜。 看着一个个的菜瓜,个头都还不小呢。 燕子来到地方二话没说,拿出带来的剪刀,立马对着面前的菜瓜进行采摘。 不过这剪刀不是很锋利啊,剪了半天才剪下来。 带放进竹筐里后,便立马又找上了另一颗菜瓜。 手中的剪刀咔嚓咔嚓地剪着,虽然有些费劲, 但好歹还是能剪断藤条的。 长长的菜瓜被放进竹筐,但由于个头太大,导致还有一小节漏在外面。 不过问题不大,燕子的竹筐还是很大的,装几个菜瓜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而燕子在干活的时候,背后的阿宝早已睡着了。 看来温暖的阳光,让本来还挺精神的阿宝,一下子又困了啊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燕子在这菜田之中闲逛了许久,也在这中间发现了不少的菜瓜。 那既然都遇到了,那肯定不能放过了,拿起小剪刀就咔咔一顿钱。 没一会儿就摘完了,于是便拎着已经装了半满的竹筐,继续跑去别处去找菜瓜。 而这菜田也没让燕子失望。 没走几步路就能遇到菜瓜,这是不想满载而归都不行啊。 在经过燕子的一番搜刮之后,这竹筐里的菜瓜也差不多够了。 在费力地将面前这,最后一颗菜瓜摘下来后,燕子总算满足了,擦着额头的汗水,想着这天的收获非常开心。 也没有休息,立马拎起装满菜瓜的竹筐,直奔菜田出口走去。 这天的时间也过去了打扮了,燕子可得尽快到市场上卖菜了,要是晚了可真就卖不出去了。 后续如何,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。